如果沒有影片在複習的話 我看這個 對不對 你大概前面都忘光了 是不是 更不要說後面要銜接 所以像這種技術性的課程 我覺得有錄影跟沒錄影應該差很多啦 所以有些高階課 你即便花了大錢 在外面一些其他單位上 上完之後 那個很貴喔 但是他不給你錄影 給老師也不會提供任何的資源 如果你去問那個老師為什麼 老師你 為什麼都沒有錄影給我們 對不對 真的還有同學跑去問 還跑來跟我講 還跑去跟他講說 吳老師有錄影 你為什麼都沒有錄影 幫我給陷害了 那個老師應該很討厭我 不過我覺得 每個人 想法不一樣 我當然希望說 你們來學這個課就真的可以學會 可以發揮 就是說有 一技之長 可以真的學會用出來 有些 那老師好像直接跟他講說 這個是我的智慧財產權 對不對 如果幫你教會的話 所以這裡的話 就是提供給各位 一個資源 那裡面很重要 上禮拜的東西 其實難度比較高 包含就是說 顯示圖檔 CSS 其實你只要有一個地方不熟 那可能就會有些地方就做不出來 那怎麼樣把那個YouTube影片 直接把它包進來 那這個功能其實還蠻方便 因為有時候 以後就說你 只要有 影片要上架的話 其實就可以不用手動上架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影片 丟到YouTube上吧 YouTube呢 當成是一個 影片的一個伺服器 然後呢 你最後取得 他的那個編號 然後 就可以直接到你的 某一個網頁就可以顯示了 所以其實 如果要把這個東西串成一個數位教學平台的話 倒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只要再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燈 就是 會員的 就是學員的 登錄的帳號密碼 還有就是說他學習的時數 有沒有他比如說他買的時數是多少 對不對然後他時間 他要一login之後的話 那我就給他計時 對然後呢 他上完多少課程的話 然後就把那個時數給扣掉 當時數 時間到的話呢 在email通知他 你是不是要繼續 加值 對 這樣的話一個系統弄出來的話 不就是可以弄一個什麼 線上補習班的嗎 對不對 哇這背後利益多大 是不是 OK 所以 痛痛腦筋吧 對不對 那問題是 真的要持之以恆 OK 是不是能不能做 我覺得應該也不算太困難 而且我覺得Python的程式真的是簡單 如果相較於像以前我用過的 其實我用過的 網頁是 網面上面的那個語言太多了 幾乎你用過 你想得到的我都用過 我都也開發過 最早從CGI 可能CGI有人可能還沒聽過 ASP 然後再來是 ASP Darnet 再到PHP JSP 再到Jungle 所有的方案我都用過 而且我都有教過 網路上YouTube影片上面也都有 不過我交來交去其實就同一套東西啦 你說現在這個東西的範例其實在 其他前面的課程也都有出現 有些其實就是把它拿來換個語言 換個方式把它秀出來而已 比如說像那個清單這些其實在別的 那個 上面也弄過啦 不過我發現 比較方便的 大概就是除了Jungle之外 可能像那個 微軟的那個 ASP Darnet 那套東西也真的蠻方便的 因為它有拖拉 然後呢 設定一下屬性 然後呢 寫一些很簡單的程式也可以亂 可是它的缺點是說 第一個它要費用 OK Visual Studio你要發佈 不要錢 OK 然後 而且裡面的話呢 它的 程式BUG還蠻多的 不是你的問題喔 是它程式本身的BUG 不像說 像這種Jungle這麼簡潔 所以我覺得如果 還有另外它沒有費用的問題 所以如果選擇 那個開發的那個 解決方案的話 這個島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而且 應該未來會是一個很大的 那個 很大的一個市場 可能都用這種方案在做 只是說因為這個東西 出來的時間並沒有那麼長 以台灣來看的話 國外可能比較長 在台灣的話可能沒那麼長 所以說大家還不是那麼知道 不過慢慢的我覺得 這會形成一種風氣 當然 以我以前 教學經驗 我教過之後那個東西應該就慢慢會紅 沒有 有同學是這樣跟我講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會有一個比較敏銳的嗅覺 是因為我在這個領域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對所以我會比較知道說 大家可能 需要什麼 那大家需要 其實也是我需要 那我當然會 很快的把它 大概了解 並且把它真的應用上 那以後的話 你們可以 同學 結業之後是不是也可以 弄自己 看這邊 我覺得人才氣氣 應該是 臥虎藏龍 不是龍蛇雜褲 互相可以 組一個 team 或者是什麼的 像吳大哥 最近也分享那個 樹莓派 同學就很好奇什麼派 可能只知道蘋果派 不知道什麼 還有樹莓派 樹莓派現在很夯 OK 這東西如果說 所以 你看連吳大哥 應該不能說連啦 應該說吳大哥都 會這麼花時間在這上面的話 那我想這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一個技術啦 所以 當然我很希望說 吳大哥如果有時間啦 但不用有壓力的就是說 可以給大家一點 方向 比如說那個樹莓派啊 買的版本啊 怎麼安裝環境啊 怎麼做一些簡單的設定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怎麼樣再把我們這學期教的東西 跟樹莓派做串聯 大家可能很想知道 那個串聯 光看到那個 可以控制家裡的一些 這個家電的 部分的話就已經 不得了 其實說真的難度 不算太難 只是說 很少會有人 可以把這些全部串在一起 因為軟體跟硬體啊 你說做家電的他會寫程式嗎 不見得吧 對不對 所以能夠把軟硬 還有就是軟體硬體跟家電 全部串在一起 那其實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發現國外 那YouTube影片很多 連小朋友都在玩這些東西 你說物聯網難道是未來嗎 其實就是現在 我們的未來也許在國外 他們 就是已經很多人 而且你自己搜尋一下 樹莓派的 在YouTube上 很多那個 都是小朋友 但他講的英文是沒錯啦 你可能要 對語言比較沒有障礙的 你可以去 稍微看一下 這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與其把小孩子 給他玩遊戲 不如叫他玩那些東西 對玩機器人啊 玩物聯網啊 對不對 然後把所有家 家裡你愛怎麼搞 不要把他燒掉就好了 對不對 而且都解決方案 像現在台灣缺電 其實也讓小朋友想一想怎麼辦 如果沒有電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 想一個方法 可以讓家裡 如果突然停電 有沒有辦法讓家裡 又馬上又可以有 基本的 電力 可以維持 讓他去想 讓他去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你給他答案 像我 小朋友問我問題 我絕對都不會直接回答他為什麼 我說你自己想嘛 我不是有生意跟腦袋給你嗎 對不對 沒有 我不是講那麼直接 我講不要 白話 文言一點 你應該有很聰明的 智慧吧 可以去想想看 你不要小看那個小孩子 小孩子其實 很厲害的 有時候 他還給我很多的啟發 你想的絕對就是跟我不一樣 你不能一直用大人的視野去看待 小孩子的需求 或者甚至看待每個人的需求 真的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人視角不同 就會有不同的需求 OK好 那上禮拜部分的話 主要是講這些 把清單 最後的話呢 其實還可以輸出 就是 我們用兩個方法 一個是 直接用什麼 直接用那個S這部分 串 就是串串 有沒有 所以同學對那個S比較有 有意見是說 老師你為什麼用這S 其實S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說 因為我將來這個S 是希望能夠丟出去 可以讓什麼呢 讓那個 網頁上面 可以顯示我要的原始 其實這個東西最後呢 就是你可以 假設我們先看一下 結果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呢 把這個RUN起來好了 RUN起來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 第一個當然 我把程式RUN起來 第二個我要知道我URL在哪裡 那我URL裡面的話一定會有個什麼呢 Youtube Phone 所以 我這邊的話呢 就Youtube Phone 那我把這個Youtube Phone把它執行起來 執行起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 Youtube Phone Youtube Phone OK 那這邊的話呢 這什麼意思 真的 這個斜線差那麼多 所以之前有同學好像卡關 這邊有這個問題 OK 這個斜線 少這個斜線也不行 理論上 好 記起來 這個好像其實看起來沒什麼 看起來好像程式都沒有問題 就是少這個斜線 還是說我最後一定要一個 錢的符號 這個可以試試看吧 那這邊的話其實為什麼 我需要 這邊 其實你按右鍵原始碼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了 其實 我們這個背後 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的S 也就是我今天呢 我要輸出一個S的話 那S裡面呢 就要等於 這個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開頭一定是HTML 這些 假設是固定的東西 我就先把它怎麼樣 先串在前面 把這一串先串在這裡 那後面的東西的話 再用S加 等於 特別重要 加 特別關鍵字 串接的意思 串接什麼 就是把後面的東西串到串 串完之後呢 全部一次丟給什麼 丟給網頁 那這個網頁 它顯示出來的 才會是長這樣子 OK所以 同學可能 不過同學的問題 可能是大家的問題 所以我順便再講一下 這些東西 因為 這個可能如果你不注意的話 其實就沒辦法串出 這些東西 那我們其實最後的話 是用什麼 用那個 在Views 裡面的話 其實是用 把原來Print出去的東西 因為Print的話呢 其實如果我今天用上學期 教的東西 把它Print 它其實基本上呢 只會Print在 這個 我們的 Python的下方 Console裡面 那這樣我們最後 其實是要丟到網頁 所以呢 我是建議為你開發的時候 我的習慣 我會現在什麼 就是在 Python底下先run 串完之後OK 再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Djungle裡面 所以Djungle裡面的話 有個Views 所以 你這邊的話 Views Ur 這邊好像 有一個 有一個bug 把它Save Cycle 先不要管 那Views裡面的話呢 就是 我們就是 可以把上個禮拜的YouTube 部分把它貼過來 其實就可以run 貼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 我們實際上就是 把這邊原來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 Print 改成Return 那Return後面的話呢 Return 什麼呢 HTTP的Response 再把最後我們要串接東西 把它丟過 其實S我是把它改個名稱 也許叫做HTTP Text 其他都是一樣的 OK 那 這部分的話 我建議各位 還是要多花一點時間 去把它試試看 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YouTube 我如果希望 上學有 之前有同學就是 會希望能夠把什麼呢 這邊有個清單 是第幾次上課 當這個清單 送出之後的話 也許 我們是可能換個頁 但如果你希望 它在同一頁的話 比如說上面 有更新 下面就會自動去抓 然後呢 上面這邊如果按送出 那也是在同一頁這邊自動 就顯示影片 就是不要讓你有切頁的感覺的話 或許 所以這個也是 練習題吧 我是希望說最後怎麼樣 可以 第幾次上課 然後呢 下面一個就是哪一次上課自動把清單丟到下面 如果它選了一個之後的話呢 下面呢就自動會有影片可以播放 這樣不是很單純嗎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要上學 上學 上學班上的同學 思考 這個 部分 的問題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把它當個練習題 自己玩玩看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試 我是提 我自己也想一下 我發現 其實如果最簡單的寫法 就是在什麼呢 在那個 程式裡面 做邏輯判斷 如果 當然這個可能要 變成好幾個 這邊一個表單 是給那個下拉清單的 就是第幾次的 這邊一個表單 一個Fone 是給那個 我們 這個這個 裡面的 影片 底下這個 那你可以做邏輯啊 如果當它送出的話 這個按送出的話 它會丟什麼 丟一個Request 我們可以去接嘛 那如果說呢 它這邊按下去 它會送裡面的資料過來 那如果有送資料過來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 這邊 是 是有動作的 那有動作的話 就把這個給 秀出來 如果這邊按送出的話 那表示這邊有送資料過來 那就是 把上面下面 跟這個也秀出來 那就是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多重嗎 if else if 然後就else 可能可以這樣做 那這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看起來其實 應該是不困難 不過你要真的能夠做出來的話 倒不是那麼容易 但你影片你也可以改一下沒關係 你比如說你 不一定喜歡上課的東西 你可以把其他類 你有興趣的影片 有沒有 把它抓過來 可以啊 再來就是說 第幾次上課 可能 每一次都要更新的話 你程式可能要自己再改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從那個 程式裡面修改的話 另外還可以怎麼樣 你乾脆 把一些東西丟到 雲端資料庫裡面 自己再去撈也可以 或者放到雲端 雲端的那個Google試算 我們上學期有講過 你可以從那邊再把資料撈下來 也可以 因為這種做法很多啦 也許之後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我們 之後再做延伸的 說明 盡量去思考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來看有關那個 之前我們有講到回圈加總 有Jungle的版本 這個好像有講過啦 這個也有講過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好像 講到下面有一個 Judas Judas有講到嗎 還沒吧 所以今天 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個 先在那個python裡面複習一下 什麼呢 就是 輸出一個99乘法表 那最後我們是用print 不過就是for i in in range 或者你可以1到9 range 12號 到10 然後呢 把這兩個回圈輸出之後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printer printer之後的話呢 是在下方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print的東西呢 print到哪裡呢 print到 那個 網頁裡面的話 那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這邊的換行 在python裡面 反斜線N 應該還有印象吧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用反斜線N呢 丟到網頁裡面就不OK 因為網頁裡面的換行是什麼 對 BR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那個 改成BR 這個喔 另外呢這個中間的空格有沒有 特別漂亮喔 空格部分喔 我們在python裡面是直接按空白就可以輸出 但是呢 網頁裡面的空白喔 它有特殊符號 你不能直接給它那個 那個空白 所以你可能要解決換行跟空白的問題喔 不然的話呢 你可能輸出的話那個 99乘法表會是亂七八糟的 OK 所以怎麼樣把上學期的99乘法表 轉換成 這個jungle的版本 那另外這個是比較簡單的喔 那另外還有我們在以前教PHP的時候 還有教過那個什麼 把它變成表格 有沒有 放在表格裡面嘛 應該如果之前有學過 那個PHP的同學應該有印象 那只是 表格還有變化體喔 如果要塗顏色的話 大家如果是前面是 5或者後面是5 把它 換一個黃色的線 像這種題目的話 怎麼去把它完成 請各位 可以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九十乘法表 今天的話呢 接著來看 試試看就是說 這一題倒是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沒有表單 我們直接把 做好的東西輸出到網頁而已 所以要解決比較困難的點 應該是 第一個把上學期的99乘法表 再回鍋復習 第二個 輸出到畫面上OK 不代表可以輸出到jungle也OK 所以要怎麼樣把 裡面該注意的部分